这个看起来应该很标准 就是就是疫病 就是说它的蜜蜜蜜 哪从有去蜜蜜蜜的 这个蜜蜜蜜的叶炎的 叶炎的叶炎 哪有什么东西去杀到 好像被开水烫过 一种感觉 当时的稍微 算水水这种 这应该是 很标准的一个疫病 这个疫病 这落后的时候 就很容易 这个申请一种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来说 可以带给我们好朋友 先来了解到 就是说 这种疫病 其实是落后 也压到水 压到火 其实也不用压后 湿气很重的时候 就很容易来解决三星 但是因为我们在政会贵 多数是 都会知道说 落魂很严重 因为落魂是第一个 大概是首要的 一个敌人 所以我们很多在政会贵 我们去落魂 很容易去做一个疫痕 所以在落魂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亚托民 你用达媚分 其实这个神迹 这种达媚客民 这些油 对这个疫病 如何都很好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 是这上车的东西 落魂在落魂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检测到 所以我都会建议说 达媚说 很难听 电刷 烧气很重 这样 你在放达的时候 达媚刚才说的 比如说达媚分 亚托民 像赛作媚 还是说新闻作赛安 这些油 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等到 一半个月里面 达一点点 这个检测 尤其是湿气 很重 更年少 欧阴 我们的建议说 你给他用 litt 这样的铜级 这些检测的部分 给他用一顺 他可能为了 清洋化銅 比较比较安全 用清洋化銅 给他用一顺 这个 还是说 一点 这种像 保利媒术 这个的 这两项 其中 还是要 警察 这样 一般来说 对 病害 控制 结果更容易 做得到 做得更好了 所以这大概这个拥有的部分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疫病 在说在肖子以外 其实我都会比较建议 如果是肖子会对 长头一定要注意 在肖子管顶的通常 我们就只有一会儿两会儿而已 那没什么关系 那为长头起来 它是缺乏到这个尾管树的时候 它现在会炒大气 这造型我们很大一个困窑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是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 这个大概在用药的这个所在 你稍微注意一下 大致上是这种经营 这我们用的这些药 其实疫病也可以 再来就是说这个乳菌病也可以 所以你不用说 什么乳菌病用一基 这疫病用一基还是怎么样 这大概是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这是一种经营 这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 好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